原生果沙拉 原生果沙拉 我用了不同的水果 有芝麻菜 有鸡蛋 还有这些 还有原生果我刚刚摘的 现在很简单 就是把原生果切开 放在里面 大小由你自己定 然后这个是原生果 然后我就配一下鸡蛋 鸡蛋要多小 你可以自己选 我喜欢吃 所以放两个 然后这个 这个是鸡花果 好 再放鸡蛋下去 颜色比较好看 像红色 什么颜色都有 然后再给这个 这个 蓝莓 很大 蓝莓非常大 你喜欢给 鸟油果 你可以放鸟油果 也可以放香蕉 放个香蕉 也比较香 把它切开 放在这边吧 好 这些配料 你也可以 所以就把它切开 然后比较香蕉 这个 这个 这些是鸡蛋 这是鸡蛋 来那么 OK OK 把它配在这里吧 好因为我比较喜欢珠奇米的酱油 因为珠奇米的酱油比较健康 所以用一个柠檬 就把这个柠檬把插那个水放下去 随便你自己放多少 如果你想酸一点 你可以放多一点 够了 然后就加一个酱油 不要太多盐 酱油会把这个甜味把它整出来的 加一点椒 一点点就行了 OK 还有如果有人喜欢乳酱油 你可以放这个乳酱油 你不喜欢也可以不放 然后最重要还要放这个 这个橄榄油 好这个沙拉 经过我拌稳以后 已经做好了 这个沙拉里面它有不同的味道 因为里面有这个菜 有点苦苦 那个香蕉又甜甜的 维尼格 还有那个啪啪 甜酸苦辣都在里面 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的人生一样 就是原生嘛 甜酸苦辣都要煎过嘛 煎过甜酸苦辣的磨练的原生 特别精彩 我希望大家好像我一样 把做菜的体验 作为人生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